又是一个不平静的夜晚 重案组的警员接到一起报案 一个叫吉娜的女人死在了一辆汽车里 报警人是他的男朋友名叫维恩 从现场血迹喷溅的方式来看 死者应该是自杀的 可也并不能排除有人透过驾驶位的车窗向女人开的枪 尤其是当维恩出现的时候 他的表现非常令人怀疑 他明显是刚洗了个澡 可哪有人发现自己的女朋友死在了车上还能淡定的回家去洗澡呢 并且当警员问他话的时候 他表现的异常紧张 最后还趁着警察不注意试图逃跑 于是警员不得不把他抓回了警局进行详细调查 第二天一早布兰达来到警局 法医也带着验尸报告赶了过来 从伤口来看 伤口对着死者头部的距离在1到6英尺之间 符合自杀距离 并且尸体上没发现斗争过的痕迹 死者也没有躲开子弹的迹象 所以法医觉得这就是一期简单的自杀案 可警员们却不同意他的观点 因为他们查到被害人的男友维恩有过虐待他人的前科 并且在现场他不仅试图逃跑 还从他身上调出了一包毒品 于是布兰达让法医在判定自杀结论之前 先给死者做个毒品检验 这样不仅可以确定死者生前是否处于清醒状态 还可以给警员们的调查争取一些时间 通过对维恩的审讯 布兰达得知吉娜最近因为跟前夫争夺孩子抚养权的事 而闹得很不愉快 因为吉娜是个瘾君子 所以他老公起诉吉娜希望得到孩子的永久抚养权 而法官告诉吉娜如果他还想要孩子的话 就必须先戒毒 所以吉娜就去戒毒所戒毒了 直到上个星期才回来 布兰达问维恩 你之前说 跟一个朋友在外面 你能让你的朋友来帮你证明这一点吗 维恩说我朋友叫保罗 我可以把他的电话给你们 我报警之前都跟他在一起 虽然现在没有证据可以证明维恩跟吉娜的死有关系 但他携带毒品是板上钉钉了 于是布兰达以非法吃毒罪逮捕了维恩 之后就去找吉娜的前夫去了 吉娜的前夫达伦是一名鞭曲师 他目前跟父母住在一起 因为达伦已经患08I晚期 身体情况非常不好 女儿暂时由他父母照顾 警员问达伦他跟吉娜的关系怎么样 达伦直截了当地说非常紧张 警员又问你最后一次见到吉娜是在什么时候 达伦说大概一周之前他从戒毒所里回来的时候 于是警员告诉达伦吉娜昨天晚上死了 达伦稍显惊讶但却丝毫没有伤心 他问吉娜是不是戏毒过量死的 布兰达说他是被枪击中头部死的 达伦问你是说吉娜自杀了吗 布兰达说现在还不确定 警方正在调查 接着布兰达拿出一张照片 问达伦看没看到过吉娜拿这把枪 达伦说他不知道 达伦又说如果你们怀疑是我杀了他的话就想错了 我最近因为病情都不怎么出门 布兰达接着说吉娜的男朋友告诉我们 你跟吉娜在抚养权的问题上一直有分歧 达伦说我只是想让他戒毒 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女儿 我希望女儿可以在一个健康的家庭里成长 我甚至在吉娜从戒毒所回来以后 给了他两万五千块钱让他重新开始生活 回到警局 警员调查到达伦说的两万五千块钱 并没有在吉娜的账户里 而就在四天前这笔钱被维恩存到了自己的账户里 也就是吉娜离开戒毒所的两天之后 于是布兰达又提审了维恩 警员问维恩这笔钱到底怎么回事 维恩说是达伦给他的 布兰达说可达伦说他把这笔钱给了吉娜 维恩说不是的 他给我这些钱是想让我说服吉娜放弃抚养权 就在这个时候警员又得到了一个新的线索 就在刚才达伦网维恩的账户里又打了两万五千块钱 看来吉娜是自杀的可能性非常小 极有可能是达伦雇兄杀人 另一边警员调查了达伦的资金账户 发现他最近曾连续付给一个私人侦探好几笔钱 于是布兰达传话了这名私人侦探 布兰达问男人是不是达伦雇佣的他 男人说是的 因为他最近有监护权的纷争 公司人侦探做的记录上看案发当时维恩确实跟他的朋友出去了 而吉娜自己留在了家里 之后维恩回来就发现了吉娜死了 他吓坏了 之后就打电话报了警 布兰达问男人多久向达伦汇报一次情况 男人说每天都会汇报 布兰达问是通过电话吗 男人说大部分的时候是用电话 有时候达伦也会来我的办公室 布兰达有点惊讶 看来达伦是不经常出门 但不代表他不能出门 布兰达又问男人吉娜死的当晚你跟达伦通话了 那他会不会趁这个机会带着枪去吉娜家里把他杀了呢 于是布兰达决定再去一趟达伦家 看看他对这件事做何解释